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當有重大的天災人禍發生 古代帝王為何都要對天懺悔呢 王 三橫中間加一動 三橫就是天 地 人 上面是天 下面是地 中間是萬物人民 王 就是通天地的人 當國家發生天災人禍 政權危難之時 歷朝歷代的帝王都會齋戒沐浴 祭祀天地神靈 自省罪己 參負自己的過錯和失誤 有時會對天下頒布罪己詔 人非聖言 即使帝王也難免會犯錯 但史書記載《根本蘇》的罪己詔中 帝王譴責自己的原因 竟然是因為天災而不是人禍 美國是信仰無神論的現代人難以理解的 但這才是博大精心的傳統文化的一部份 古人說天人感應推天道以曉人時 災意即是上天的責罰警示 施政過失和人心不得 是產生災異的根本原因 所以都四季不明 混石地陷 悍災洪水頻頻出現 瘟疫橫行之時 我們就應該警醒了 古代帝王稱天子 王者 赴天武地 應神授命 所以叫做天子 受天道制約 帝王須貴為九五之尊 亦不能夠大於天 每逢上天降災 天子必躬身自省 或者下罪己詔 這不是單單向所有百姓 承諾要改正錯誤 更重要的 它是向天懺悔 以獲得上天的原諒 免得天降災禍 類及百姓 歷史記載了戴嶼 見到犯罪的人以自責的故事 戴嶼登帝位之後 有一次見到犯罪的人 戴嶼就哭起上來 他說 姚帝信帝的時候 天下的百姓都與姚信同心 現在我身為國軍 有人就不和我一條心 居然犯罪 戴嶼為了這樣 心感內疚痛心 自責自己沒有做好萬民的首領 罪己詔 更多的是帝王的懺悔檢討 古人對天道的信仰 是中華文明的道德基礎 亦都是帝王治國的基礎 古代帝王敬天信神 從小就熟讀儒家四書五經 遵從祖奮敬畏民心 他們深知 如果不能奉天之名 以遵從天地運行之法 上合天心 下安泥樹 就會有天象事景懲戒 而面對天災人禍 如果還不知道反省歸正 就難逃大劫了 說文解字 解這個王字 天下所歸王也 王的所謂就是天意 王就是三橫中間 加一棟 戴嶽董仲書解釋 三橫是天地人 上面是天 下面是地 中間是萬物人民 以一棟 將三者接通起來 就是王子 王就是通天地的人 如果身為君主 天顯而上而不悟 人怨而下而不自知 天地不幼 人心不歸 國亡已 我們可以 沙恩 巴說 還雷 這是